好,接下来我们再看两个二重积分计算的例子 首先,那么对于这样一个二重积分 如果我们告诉你积分区域D 是x大一等于0小一等于1,y大一等于x小一等于1 好了,我们也是首先要先画一个图 那么这个呢比较容易 它实际上已经把你这个积分区域呢给你写成这种x型了 那么对应的一个是x等于0这条纸线 一个是x等于1这条纸线 还有y等于x这条纸线和y等于1这条纸线 y等于x我们画出来,y等于1我们也画出来 好了,那积分区域就有了 就是阴影部分这个区域 好,因为已经给出这个x型区域了 那么正常来说我们即使不画图 我们也可以很容易的把它写成累次积分了 但是我们再往下算的时候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注意到计算后面这个积分的时候 因为它是与y有关,与x无关 那么x可以看成是常数提到前面去 那这样的话后面就只剩一个e的y方次密了 但是看到这个e的y方次密之后 我们马上想到我们在定计分那里讲过 对于这样一个函数我们认为我们是不可击的 也就是说你无法求出它的原函数 就是以我们现在知识 我们现在求不出它的原函数 那么所以我们说这种做法我们是计算不出来的 那么怎么办呢 我们再观察一下这个累次积分 我们之所以算不出来 主要原因就是这个出现了e的y方次密 这样一个背景函数 那么这种计算我们是先对y积分 先对y积分 那么有这样一个函数所以算不出来 但是如果这块不是dy而是dx的话 我们知道 那么e的y方就可以提到前面 x方我们是可以提出来的 那么能不能变成dx呢 我们知道完全是可以的 因为这个是x型区域 我们还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看 就是把它看成y型区域 那好 把它看成y型区域 我们看 那么就y从下到上 就是0到1 x呢 从左到右 那也就是从0到x等于y这条直线 所以我们把这个y型区域给写出来 就是y0到1 x0到1 好了 按照y型区域把它转化成累次积分 那么它就等于01dy0yx方 e的y方次密dx 这个时候我们提取一个e的y方次密在前面 那么剩下一个x方 它一积分 我们知道这个很简单 就是三分之一x的三次方 然后把0y带进去 0带进去是0 y带进去 那就是三分之一y的三次方了 好了 然后我们再往下去计算的时候 这里注意有一个y方 这里是y的三次方 那么这个积分和刚才这个积分比起来 它就可以计算了 为什么可以计算 我们想一下 我们y的三次方可以分出来一个y 然后凑微分凑到后面 那这样的话 需要补一个二分之一 前面就变成六分之一了 那么就等于六分之一 e的y方次密 y方地y方 好了 现在这里都有一个y方 我们不妨把它换成一个新的变量u 那么这相当于第二换圆了 换圆得换线 但是另y等于y方的话 你注意 0和1这两个上海线 它们平方以后还是0和1 所以其实这个积分变量 这个上海线我们说是不变的 那么整个这个变成u e的u次密地u 整个函数变简单了 变到这种形式以后 我们马上就想到了 我们这是定积分里边典型的 用分布积分可以计算的题目 当然前提是你对那些知识 还比较熟悉的情况下 那么用分布积分 先把这个e的u凑到后边 变成dee的u次密 分布积分就等于e的u减 然后e的u和u颠倒位置 好了 然后0带进去是0 1带进去第一项就变成e了 第二项呢 还是e的u 把01带进去 那就是e减1 最终结果我们就算出来了 等于6分之1 好 做完这道题之后 我们回过来来思考一下 那么这道题给我们什么启发 我们注意到 如果我们按照x型区域来做 这道题是做不出来的 但是我们改变了我们的策略 用y型区域 那么这道题就做出来 那么就说明 有一些二重积分 那么它先对x积和先对y积 那么计算过程可能差别很大 有的呢可能就能算是 有的就算不出来 所以在有的时候呢 我们经常需要x型和y型之间互化 那么这就是我们 接下来要说的 二重积分的积分换序问题 所以有一些题目呢 就会像这个例二一样 就直接让你进行积分换序 为什么要积分换序 就是因为我们刚才那道题告诉我们了 确实有的时候 你不换序是做不出来的 那好 我们就看一下这样一个例子 来讨论一下 对于积分换序的题目 应该怎么去计算 好 对于这样一个类似积分 我们首先观察一下 因为它这里是x 介于两个常数之间 所以这两部分区域 都是x型区域 那好 现在你首先要去换序的话 得先把这个图画出来 那我们就分别先把这两部分呢 给画出来 我们画出 直角坐标轴 好了 那么先看一下第一个积分区域 不妨我们计成第一 把这个上一线拿过来 x0到1 y0到x方 好 在这个图里画一下 0到1 从左到右 然后从下到上 下是0 上是x方 好 这就是我们的积分区域 第一 然后再看另外一个积分区域 那么也是把它的上一线拿过来 计成第二 现在这里的x是1到3 好 还是这个 那么这边是3 然后从下到上 下边我们看是0 还是x轴 上面是一条直线 y等于2分之1 3-x 那么这个怎么画呢 因为是直线 直线你找两个特殊点就可以了 那我们就取两个特殊点 比如 我们令x等于3的时候 那么 y等于0 其实就是这点了 就是x轴之上的一个点 然后如果令x等于1 我们看 3-1是2再除以2是1 也就是说它过 11这点 那么实际上就是这两条 这两个点 它的连线 我们把它画出来 好了 积分区域呢 就是这一部分 从左到右 从下到上 这是第二 好 也就是说 整个这个积分区域 就是第一和第二 合在一起的 然后我们考虑一下 要把它转化成 y型区域 那么 y型区域的话 我们看这两部分 能不能合在一起 那么 y型区域 好 y介于常常人员 那就是0到1 从下到上 然后从左到右 我们看 完全可以把它看成 一个 就是你看着 y型区域 不用两个了 一个就够了 那我们具体的来写一下 首先 y是从0到1的 x呢 是从这条曲线 这条曲线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 那么 因为这个是 y等于x方 如果把x写出来 它就等于 跟号y了 这条直线是 y等于 二分之一 三减x 我把这里的x写出来 那就是三减二y了 好了 那么 这样的话 我们 就把这个 曲线和直线 用x来表示了 那么 把它具体的写出来 那就是x 大于跟号y 小于 三减二y 这是 y型区域 好了 那么 把它写出来以后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式子转化成 y型区域来写了 那么就是 照这个写就像 01dy 然后根号y 到三减二y f dx 这样我们就完成了 这个积分换序 那我们注意到 这种类型的题目呢 就是你首先得从这个 积分区域 转换成这个图像 然后再从这个图像出发 去把它转换成 我们需要的 y型 才能把这个题最终的给做出来